留言教室正确发音篇第212期 欢迎大家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15个Youtube频道 旅馆 旅馆 Hotel 第一个念不选择的欧名问题 重点是 第二个 A TEL 这个E 它念半卷词 A 英文发音A是最麻烦 它有不卷词的A 不卷词的A 还有大卷词的N 还有中卷词的N 这三个音很复杂 一般一开始分不清楚 分清楚以后 念的也不够 也不够开了 也不够开 要多练习 这三个音呢 如果第一个层次啊 就是你练得清楚就很棒了 但是还不够好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哪些字发这三个哪个音啊 所以你要是大部分都知道就更棒了 更棒 Hotel 如果练到不卷词Hotel Hotel 就不对了 练到大卷词Hotel Hotel 又夸张了 卷词卷一半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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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个建筑物啊 这带来什么磁性啊 乖基带名词啊 Fernish 就是供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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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物 这个是集合名词 没有S 没有说负数 实物单数负数没有 这叫集合名词 单数的形式复数的观念 永远是单数 另外一种叫 叫这个 复数名词 它只有复数 没有单数 所以这两个极端 所以英文名词可数 单数不加S 复数加S 但有两个例外 其二名词永远是单数 复数名词永远是复数 各有 各有百来个字吧 百来个字 提供食物 Ludging就是 睡觉 休息 睡觉 就是要房间嘛 房间给你睡觉嘛 对于这些旅人啊 去旅游的人 出门在外的人 但是要付钱 要付钱 The hotel can accommodate up to 500 guests 这个旅馆可以accommodate 这个字好复杂 这边是容纳 可以容纳多少人 也可以是适应 适应 你适应一个环境 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所以这个旅馆呢 可以容纳up up 什么意思啊 最多 up 那你说up 一般是戒气词 那这边什么戒气词 不是 它是副词 所以这个 一字多意 一字多词心都很复杂 最高可以提供500个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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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app就很好用啊 但是也很乱 很复杂 一下接系词 一下子 一下子复词 还有其他词性 也可以当名词 这猎狗啊 猎狗就是猎人 它饲咬的狗 打猎的时候很管用 Hound 这个不是 H-O-U-N-T 不是念Hound 所以因为它的字母 它的翻译是不规则的 H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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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 A hunting dog With large dripping ears 就是一个猎狗 一个可以帮忙去打猎的狗 要经过训练 它有一个很大的下垂的耳朵 通常是这样子 The hound found a trail at rabbit 这个猎狗啊 Hound 猎狗 发现了 用过去式 发现了 所以英文呢 造句大部分用过去式 因为大部分在讲的时候 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大部分用过去式 但是你要表示一个一直在做的 就不要用过去式 用现在式 所以英文有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通常过去式用的最多 现在式用的少 未来式用的少 当然了 还有很多变种啊 然后不管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又加一个 进行式 进行式不是只有现在在做 又过去进行式 又未来进行式 很乱 Found 发现了 trail 发现了这个 rabbit 兔子的中期 trail trail意思也很多 这边中期 它发现了 兔子 在跑 可能压到草 压到地 有印子 所以这只狗很厉害 或者闻到 闻到这个 兔子味道 兔子很臭 养过兔子就知道 兔子很臭 猎狗 The Hound Found The Trail Rabbit 然后hour 这很多啊 H开头字 不发音 这是跟英国人有关系 因为像伦敦 你到伦敦去 觉得好奇怪 怎么伦敦人 大部分的H 在自首 就是第一个字 这种情况之下 不发音 hour 它念hour 所以把H去掉 就像 它就跟我们的 发音是一样 hour H 你不要念hour hour 它不念hour H不发音 hour 所以英文很多单字 它不发音 有时候第一个字 字母不发音 有时候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 有时候中间 某些字 字母不发音 这很乱 hour 名词 a time period of sixteen minutes 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段落 a period的意思也是好多 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结束 它是以六十分钟为个单位就小时 一个小时六十分 一个 一分钟六十秒 这也是像是谚语 谚语有特定的意思 特定排列所不能动 所以有些句子随期的可以变化 像成语 谚语就不能动 有特定的意思 有时候还不好猜 所以谚语呢 通常都是一个句子 那成语呢 可能是类似片语 它不能独立变成句子 有些成语它可以 可以是一个句子 谚语呢 有特定的意思 而且千水百灵 有它的固定的意思 甚至有固定的 有这个智慧在里面 就今天的一个小时 胜过worth 值得胜过 胜过明天的两小时 你说两小时比一小时好用啊 时间多一倍啊 可今天的一小时我用得到啊 明天两个小时我还没用啊 明天当然也会有两个小时啊 可是还没用到啊 所以就是先胜先赢啊 先赞先赢啊 我今天能够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 你今天可以拿一千块 明天可以拿三千块 可是我今天一千块先拿啦 我可以买东西啊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 明天可能有变数嘛 今天的一个小时 胜过明天两个小时 意思就是 称义就是说 掌握现在 把握现在的意思 one hour today is worth two hours to tomorrow 这个后面的hours two hours可以省略掉 这个房子啊 house 它又不是念who 它念house house a building for people to live in 就是一个建筑物啊 就是给人的去住 住在里面 live in 住在里面 to live in 那in是什么词呢 in一般是介细词啊 可这边就不是啦 这边就变负词啦 所以你看这个to live 跟to live也不一样 就是如果省略掉in 就是你可以住 这个怎么住 住在这个房子的上面 中间下面 to live in 住在里面 所以这个画龙点睛 a house is not a home 一个房子不是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house跟home 分不清楚 home就是我们家庭 就是有家人在 比如说你一个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念书 一个人在外面住 住一个 可能也住一个房子啊 那个是house 不是home home就是要跟家人 住在一起才叫home 当然你如果是单身 就你一个人 这个父母都没啦 全部都挂了 一个很孤单 那你可以 那你的house就是home 那一般来讲 比如有父母 或者有 有子女 有什么 你一个人住出去 那是house 你要跟 有家人才是home 所以同样都是建筑啊 都是家里 都是一个住宅啊 你住在里面 跟家人住叫home 没有家人叫house 这个意思啊 那在上空返旋 它叫鸟啊 老鹰啊 鸟在天上飞 或者飞机啊 叫 这个字 我们没有更正过啊 我们把它更正一下 这个字呢 它念hover hover 你看这个hfv应该念hover啊 它不念hover 它念hover 你看我们最先看到o呢 有四个发音 第一个不选择的o 欧洲的o 第二个是选择od 第三个是选择od 这个第四个是不选择od 所以我说 你照什么音 念正确率是三层 人家说哎 怎么那么低啊 可能更低啊 因为这个四个音 就是25%啊 可能还有别的音啊 所以你不能有 有边念边啊 hover 带耳的音hover hover stand in the air of one place 就是在一个地方啊 在这个 保持在天空当中 人不行嘛 一般动物不行嘛 只有鸟类嘛 飞机嘛 幽浮嘛 直升机嘛 这里才能飞在上面 就是在上空盘旋 an eagle hover in the sky above us 就天上有一只老鹰啊 在我们天上盘旋 an eagle hover in the sky above us 在我们头上 那eagle跟hawk 这个外国人常常用hawk 也是老鹰 可是华人常常用这个eagle eagle跟hawk怎么分呢 相对 hawk是比较大的老鹰 eagle是比较小老鹰 就像老鼠啊 your rat your mouse 那 rat跟mouse怎么分呢 我们像滑鼠是mouse mouse就小老鼠啊 小老鼠啊 有女孩子小孩子 小老鼠啊 就小老鼠 rat就大老鼠 就是一般啊 就是尾巴不算的话 一般长度从头到这个屁股啊 就大概10公分 in there is mouse 超过10公分啊 就是rat 就是大老鼠小老鼠啊 所以英文有些字啊 它不得去分 好我们这一集讲到这